不過今天局長有大件事 透露了原來他是籃球隊的校隊 很久沒打過 正前一點就叫做港台組隊 抓你們來打球就對了 港台組隊? 港台有的 他們自己有很多DJ有打的 立法會有打的 政府有打的 對了,你就來打球 又入隊 入隊 我當然要入港台隊 好厲害 不過那時小時候真的沒什麼玩的 我們公仔子 在屋邨的走廊後面踢西瓜球 就在那裡過生活 但覺得很開心 對,很開心 當時可能大家… 譬如你說活動的選擇比較少 多些是一群人 有球打已經很開心 又有一群人聚在一起 大家一起玩 跟今時今日的社會又不同了 是 其實第一,在社會上 氣氛比以前好 第二,就是政府投入的資源也多了 第一,在訓練上 現在有全職的運動員 也有很多計劃 是幫那些運動員 將來…譬如 因為始終運動的生涯 有一個年期 可能過了之後 過了高峰期 慢慢就會回落 那怎樣去幫他們 找回第二的事業 第一,就是家長其實都挺有心思去做的 我自己說過自己 我的兒子有時候打球 就去到將軍澳大埔 都去 我心想都很遠 就跳車去 很累了 張軍澳 好,去吧 其實很多家長都很願意 有時候都撐著一個袋子 一大袋 又跑跑 其實家長都是很好 另一方面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精運動 近來我們這幾年 其實過去一直做得很好 但這幾年大家特別關注 特別某些項目是這麼成功 都令到我們有些家長都願意 尤其是家長的系統都很好 都很願意讓我的兒子 或者小朋友都有機會 去作為一個精英運動員的路 都是一個選擇 2025年的全國運動會 將會在啟德啟學園 還有幾個其他場盤舉辦 啟德現在大家都有時候經過 都還是正在做 那究竟啟德能否做得切呢 還有究竟角色是怎樣 我們就全力推動 因為在傳論會是2025年 我們估計大約九月、十月左右 我們現在看啟德體育園的工程 所有工程應該在2024年的年底 就會完成 包括了主場館、一個運動場 以及一個室內的運動場 那他們其實如果計算 就應該那個運動場 是第一個會落成 應該我們相信 可能在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年頭 已經可以開始做一些測試場 而室內那個 就應該去到明年年中 就應該可以落成 那除了硬件之外 其實那個宣傳策劃 我覺得都重要 就是現在來2025年 說長不長 其實剛才局長也有說到 就是有些項目 未必個個知道 究竟是怎樣玩的 其實是否在事前這一年半載 都還可以有些功夫 那些項目 大家能夠懂得怎樣去欣賞 怎樣去看 怎樣 你會更加投入到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也是一個需要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也是一個需要